大家好,講到這個星期英超大戰倫敦打比 大家都花了很多錢的阿仙奴以及車路士的對碰 這場波我是有做Patreon的獨家賽前預測 之後再做開波之前拿到正選陣容的專屬直播預測 做了接近一共40分鐘的節目 這40分鐘內有30秒就差不多講完整場賽事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預測就像蔡侯平一樣 未收到正選陣容之前的賽前預測 我應該用了不夠30秒說了一句說話 如果這個阿迪達繼續玩4-2-3-1 來打這一場大戰對車路士的話一定輸的 輸硬的,必死無疑的 當時我就沒有怎樣再加以解釋 因為這十幾年,10至20年內 只有地上最強的巴塞王朝和全勝時期的曼城 可以玩4-2-3-1打大戰之外 其他球隊用4-2-3-1打大戰之外 其他球隊用4-2-3-1打大戰之外 所以阿迪達用4-2-3-1打大戰之外 所以阿迪達用4-2-3-1打大戰之外 去對著今季冠軍大熱分子車路士一定是輸硬的 但由於我的賽前預測就沒有可能30秒說完 我專屬直播怎麼都有30分鐘要說 所以我都用了很多時間去不斷解釋 詳細分析怎樣去幫阿仙奴 即是究竟怎樣才可以用什麼方法 去在車路士身上拿到分數 答案就是用以前3-4-3-5個後衛 沙卡移回去打左閘 泰亞尼就是劫入中間打,偏左中堅 很明顯如果是跟我這種做法 就可以大大減低今天失的兩球球的機會 那兩個失波基本上是重播的 都是阿仙奴的小學雞防守 後防線進入中間 完全沒有人看 就是插上來的尖士 就是車路士的右閘尖 尖士是非常輕鬆在禁區裡等球到 再助攻再入球 就是這樣進入兩球 其實如果一條後防線不是小學雞防守 能夠擴張出去看一看 給一點點壓力 以詹斯的進攻能力 是不足以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但是你完全讓他放題 任他吃 一定是做到東西吃到東西 所以主要的問題就是 阿仙奴的後防才放題 雖然泰亞尼要進入中間 去看著某些車路士的其他進攻點 但是如果你有足夠的防守中場 防守中場就可以即時落到左閘位補 去看著這個尖士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說的是如果你打4-3-3的話 其實這裡都會解決到問題 當然我賽前的預測都說了 阿仙奴現階段不夠防守中場 所以我建議你阿仙奴走回三中堅五後位 收縮防守區域的時候 沙卡就退回去打左閘倒室 這樣同樣都是會有足夠的防守人數 以及防守的闊度 車路士的組織一直拆下來都不錯 但是你留意車路士去到最終 他送個直線進去禁區裏面 給詹姆斯的兩個直線 其實不是很致命的 第一球是高華石 由35亞區域以外 過頭高波打入禁區 如果你看球經驗稍為豐富一點 你都會知道這些傳送很浪費時間 你高球來的 後防線會有足夠的時間去補回 所以這些球通常不會有很大威脅力 通常都是很難用這個方法 就完完整整破密集 而第二球球 Mason Mount 在禁區頂 正中間那裡送直線給詹姆斯 你留意一下 在禁區頂正中間送直線去右邊 那些其實就不是叫做完全直線 那些叫斜直線 斜直線其實都浪費時間 你最致命那隻直線 就是直接擠進去那些 就是向前擠進去 你在禁區頂偏右 那裡就擠進去給右邊插入的姆斯 這樣姆斯才可以全速前進插入去突破後防線 如果你在禁區頂中間交斜直線 其實詹姆斯不可以很高速向前再插 其實他都是站定定在一個位置等 而且他接應的位置不會很漂亮 他要拿才射 但如果你能夠直接擠進去 他可以直接射門 所以其實你留意一下 車路士那兩腳進入禁區的直線 不是說很致命 不是說很有威脅性 但是就是阿仙奴的小學雞防守 才令這兩個不算很有威脅性的傳送 變成是很有威脅性 如果五個後衛的話 這兩種直線都不會瞬間變成助攻和入球 所以阿仙奴今天落敗 主要的原因就是阿迪達竟然是走4-2-3-1收縮 就是我預測所講的那隻必死無疑的玩法 打大戰4-2-3-1竟然只有兩個防守中場還要收縮 這些就不是叫做吃錯藥了 這些就直接跳樓自殺 在這個IFC那裡直接跳下去 必死無疑 這10年20年打大戰歷史告訴我們 4-2-3-1打大戰收縮沒有好結果 你照做一定就是自殺 結果就是被人入了兩個極度相似入球 你一定是整個結構有一個致命的問題 你才被人入到兩個完全一樣的入球 過程當中沙卡都是站在進攻點的位置沒有回來 立即暴露到不夠防守中場的問題 後防線兩邊要幫手入中間堵塞 中路的位置就變了擴張不到兩邊 就是小學雞防守 所以我賽前的預測就是 阿仙奴4-2-3-1對車路士必死 之後我就在研究阿仙奴 怎樣用五個後衛去做個預測 去拿分數這些說話全部變成廢話 那就要多謝阿迪達了 阿迪達這樣玩 一是覺得車路士沒有了道 一是覺得自己太有了道 一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沒有了道 以為自己可以4-2-3-1控制大局 當然大錯突錯 阿仙奴落後之後 他們面對密集進攻的時候 又見上一場輸給奔福特的問題 沙卡左邊進攻點又不拉邊 泰亞尼在邊線一條有孤軍作戰 老鼠拉歸難以破密集 即是怎樣呢 即是說阿迪達輸完被奔福特之後沒有反省過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阿迪達必然成為全英超最早被炒的教練 因為阿仙奴今季也是全英超用錢最多的球隊 那你阿迪達 你對強隊你又亂來自殺 對弱隊你又不反省 你完全不行的時候 你只會布林帕特後塵 又是用得錢多 然後你沒有成績 阿迪達之前的光環 即是他拿捉重杯冠軍的光環 那個打五個後衛打大戰 贏過車路士捉重杯冠軍的光環 沒有鬼了 你竟然這樣四二三一對車路士輸回頭 其實本來我一向都覺得阿迪達有前途 但經過了今季頭兩場球之後 我想我真的要向他重新估計一下 你現在好像退步那樣款 怎麼搞啊 究竟他之前是屎不撞馬棍還是怎樣的呢 即是拿冠軍那些 即是他為什麼今季要這麼堅持四二三一 堅持到今場都要堅持 是不是想長期練習四二三一呢 其實這班球員還是很年輕的 如果教練都不在大戰當中 用正確的結構去幫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就很容易迷失了 那今天你看到車路士那兩球入球當中 阿仙奴那班球員 就真的好像迷失了那樣款 你如果要長期去練那些四二三一呢 就算打大戰都要四二三一呢 那你球隊當中一定要有一兩個老大哥 撐住場面才行 即是他們可以自動幫我帶著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不用迷失才行 例如當年哥迪奧娜就是這樣 他強行練的 對大戰都要練的 但是當年的曼城有甘賓尼 大衛斯華 但是阿仙奴根本沒有這些人 所以阿迪達 他是不能夠強行複製 哥迪奧娜師傅那一套 他這樣強行複製 只是一雙情願來的 一雙情願就自殺了 阿仙奴這個部分就講到這裡 那就開始講回車號士那邊 車號士教練杜曹 就真的比阿迪達的經驗好得多 打大戰穩陣一點 傳統三中堅 那杜曹是傳統三中堅就得了 那就算不是破到密閘 都其實沒什麼所謂 最緊要你這種玩法 就不要落後 穩陣一點打大戰 如果對手犯下錯 你就能夠領先 結果這次就是老土的方法成功了 就是阿仙奴的小學雞防守犯錯 那你車路士就是可以領先 其實車路士那兩句球 都不可以叫破密閘 你根本人家是不防守 那樣放題 不是破密閘 車路士傳統三中堅 破密閘主攻能力不太行 但等到對手犯錯 就贏了 還有就是大家最想聽的盧卡古 好了,杜曹使用盧卡古的方法 亦都令人喜出望外 其實比賽之前 我是曾經擔心過 盧卡古能否納克進入 車路士的歐聯冠軍模式 體系當中 因為車路士拿歐聯冠軍的方法 是靠天武雲拿不停衝去邊線 等到這個 夏威迪斯可以打回中路的中鋒位置 等他可以贏在起跑線前面奔跑 掩蓋他長距離或者後上跑進去的速度不夠 或者推進不夠 或者長距離太遠跑 就是不夠耐力速度的問題 本身我不知道盧卡古 能否做到天武雲拿這一點 誰知我發現 今天盧卡古打正選 當車路士要打快攻 或者反擊的時候 就是歐聯模式的時候 盧卡古真的會衝去右邊 然後讓位給夏威迪斯 在快攻反擊當中 打正前鋒 或者完全融入車路士歐聯冠軍模式 相反如果車路士要打面對密集 盧卡古就打回中鋒 又對 夏威迪斯就是左邊 尾聲猛進攻中場 等到詹斯上右邊 所有東西都對 杜曹 相反 阿仙奴接近所有東西都錯了 你說這場賽事車路士哪有可能不贏 另外 都要稱讚盧卡古 這裡就是今天的氣憶 講盧卡古 盧卡古 盧卡古很晚 很快上到手 做到了杜曹的要求 不負我的期望 因為我在主會評論的時候都講到 其實盧卡古今季一定沒有問題 一定即食 一定不會出現當年加盟萬聯默埃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已經過了兩年在國際密蘭的進步之後 就是OK的了 他瘦身成功之後靈活了 技術好了 今場你看到 做了支點 支點穩定 新型贏了 今天最佳例子 你想回頭 當年他來萬聯第一季 完全做不到支點 很大對比 後來摩連奴未要他增加肌肉 要他增磅 搞到他沒有速度 沒有靈活性 但你見到今天瘦身之後 即是一兩年前瘦身成功之後 他依然可以用很普通的身體對抗性 就撞低了阿仙奴的中堅馬里 這裏就是大巴大巴車到摩連奴那裏 根本不需要增加肌肉 盧卡古只是用著他本身的骨架都屈肌 贏了身型 當年摩連奴增加肌肉 反而搞到他沒有技術 沒有速度 絕對錯誤的決定 當年摩連奴是沒有套路 沒有進攻套路 他只剩下明買明賣斬高波 就想著 盧卡古再大隻一點 就再頂多些高波 但是你現在盜曹 盜曹有套路 有組織能力 所以 根本就不需要雙加大馬的盧卡古 加大馬 這個就夠了 今天第一個入球盧卡古成功 新型做支點也穩定 再進去入球 這些基本功來的 做到了 其餘的時間 盧卡古的支點也穩定 下半場很多快攻的反擊當中 盧卡古都做到相當好的決定 很多時候 他都能夠在右邊衝進來之後 交一些直線入中間 交一些直線 交叉走位給夏維迪斯 Mason Mount 只不過他們兩個人把握不了 不然今天其實三球四球五球都可以贏到阿仙奴 都應驗了 就是我轉會評論所說 當年盧卡古去曼聯其實還未準備好打強隊 但是今年大熟大勇的盧卡古就準備好 最低限度 這一季肯定會成為盧卡古一個值得收購的例子 再下一季不清楚 但是今季一定是可以有些收成的 還有盧卡古都做到一些 就是車路士以往沒有的事情 就是在三中堅要屈肌的時候 就是以前車路士的球員 就不是說很肯起腳 但是盧卡古就很肯起腳 就是很快找到起腳的機會 那這裡相信 遲些對著密集的時候 他這些屈肌的成份都會出到來 可以繼續期待回去 今天的Patreon片給彩蛋就是會講 現在這樣的情況 車路士英超冠軍機會怎樣呢? 是不是很大呢? 而阿仙奴何去何從呢? 記得去Patreon支持一下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住上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 拜拜